白鴿子劇團 嗨大家好 我們是白鴿子劇團 我是吳老千 我是阿堯 歡迎大家再收看新魔術開箱文 我們在吃蛋糕 有人生日喔 有人生日 這不是開玩笑的 等一下 阿堯 你知道最近台灣有一個很紅的韓劇 叫做來自星星的你 你有看嗎 我知道 最流行我都有看 但是這個已經過時了 超好看 這個已經過時了 現在最流行的是 來自愚人節的G 是真的啦 來自愚人節的G 是我認識的那個G嗎 對就是桌上的這幾個G 誰個G 對這個G沒有在開玩笑 這就是重量級的大來賓了 哇賽 今天是愚人節 但是愚人節真的是G的生日 沒有在開玩笑 這不是整人的 他從出生那一天就註定 要成為一個可以娛樂別人的 沒辦法的事情 來來來等一下 今天首先一定要開箱G的獎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我們 都沒有開箱那些書啊 什麼的 講義之類的 對看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次 特別要開箱這個 等一下可是他本人在現場耶 所以邀請他來一起來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歡迎 來自愚人節的G 嗨大家好我是G 哇 不得了了 這個造型我跟妳講走在路上都認得出來他 哈哈哈哈 一定認得出來 G的招牌 對 形象 單重點來了 G喔真的是一個 我相信 等一下如果台灣魔術愛好者 應該一定認識G 因為太多名人推薦了 G的演習會 G的招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這個就是他去年的演習會吧 對 去年的演習會的獎益 這個是來台灣辦的嗎 還是 還是全世界都有這個演習會 呃 這個是來台灣辦的 因為全部都是中文 全部都是中文 彩圖 全中文 圖解 太不可思議了 這本獎益真的在魔術現場中 因為我自己在那個魔術的聚會上 那時候我沒有參加到G的演習會 因為我在國外那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後來他們跟我討論這個 這本獎益的招的時候我嚇到了耶 真的嚇到了 怎麼說 超生活 超生活超實戰 超實戰 有用到那種什麼牛奶糖啊 用到一些便條紙啊 或者是用到什麼 這種像星巴克啊 什麼的 那種攪拌棒 超級不可思議 隨手可得的東西 都可以拿來變魔術 所以我們直接 來進行 現場 有辦法嗎 現場 可以怎麼這樣 OK 這個是攪拌棒 你們都可以 一人拿一次 星巴克啊 我剛去拿的啊 然後你可以 那就可以彈彈看 就是 彈彈看 對啊 是攪拌棒 就硬的 你可以 等一下再彈看看我的 嗯 OK 硬的嘛對不對 OK 我用我的 你剛剛 看喔 喔 喔 啊 有線嗎 怎麼會這樣 太不可思議了吧 力量太強了 對啊 就是 講義中的第一週 太不可思議了 他這個獎益不是在講魔術啊 主要是在講妖術 哈哈 這個真的是妖術了 這太厲害了 所以這 都有收錄在這本獎益裡 嗯 對 等一下 我一定要謝謝G一下 來來來你看 上面都有那個 每一個主持人的名字 深深 太不可思議了 千 多多 他送給了我們六個主持人這本獎益 但是 我說實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賄賂的 哈哈 照片 沒有辦法開玩笑喔 公正公開 實用度幾顆心 哎唷 五顆 五顆心 有慧落嗎 有慧落差 哈哈 還有蛋糕之類的 要講好話 五顆心是 真的不錯啊 不是啦 是真的很實用 生活很積極 真的是隨時都可以帶在身上的東西啊 實用度五顆 這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我們一個禮拜研究十個道具 開箱可能兩三個好的這樣子 但是 這邊分享了七個 但是 幾乎可以說是 七個都是超好的招 所以我覺得這不可思議 所以我實用度我也給五顆心 而且你真的不用多帶東西在身上 真的不用 牛奶糖有嗎 因為我們前面都會先聊天 牛奶糖也超神奇 真的很酷 牛奶糖有 自己看講義就會知道 那個太神奇了 就是平常我們買的到牛奶糖 沒有東西 然後突然變成整個都滿的牛奶糖 厲害 好那 G自己呢 你覺得實用度幾顆心 四顆 四顆心可以 沒有滿分啊 因為其中有一招是 要用 電腦 雖然說你可以借朋友的電腦 可是那個是有限制的 就是說你只能在XP或者是 Windows 2000 那那個 這個已經過時了耶 已經有點過時 那我那時候分享這個是 在分享說 如果我今天找到一個Bug 或者是我找到一個原理 我要怎麼去包裝 我是想分享這個idea 喔 對是這個意思 就是以分享知識的這種心態 對一些分享知識的這種心態 那那個時候我在台北辦演習會的時候 是在北投會館 那他們的電腦還是XP系統 其實很多 還滿這麼落後 沒有因為很多企業公司 不會隨便的換自己的電腦系統 要換的話會一次性的換 那通常XP是滿穩定的 所以他們也不會亂換 所以現在還有可能看得到XP 了解 對 好那接下來是我們的難易度 哎呀難易度你給幾顆心 難易度我給兩顆心 因為它雖然不用帶太多多餘的東西在身上 可是你還是要練習一下 不管怎麼樣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 結束的時候 它其實就存在你的腦子裡面 但是你只要前面搞定之後 你後面就順了 那G呢 G你給 難易度 兩顆吧 真的 大部分的東西都很簡單 只要你稍微的可能練習一下 五分鐘十分鐘 基本上你就是都可以 會可以表演 最難的應該是其中有一招 不可排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 用英文不善或有一些的手法 那你只要會那些手法 那基本上 對你來說都是很簡單 我難易度給四顆心 我如果只看過這本講義的話 我也會給一兩顆心 但是在我們剛剛前面的討論 我跟G認識以後 我覺得 比這難易度一定要給四顆心 因為其實簡單的魔術最難變 G了解太多太多的細節了 就是那些 這個東西要檢查各式各樣的細節 是讓我覺得 哇 原來這些魔術要包裝到這麼好 是要很多巧思的 所以 它不是魔術難 是表演我覺得大家要 再去探索 我覺得值得探索的一個東西 好 那再來 換到我們的創意度 創意度 無庸置疑 滿分嘛 無庸置疑 五顆心的五顆心 全都沒看過的東西 絕對是原創 而且原汁原味 對 那不問G了 因為G創意太多了 它如果等一下突然打一顆心 我們不是尷尬嗎 因為它真的太多創意 沒有公開 跟公開 好多好不可思議喔 我們剛剛前面看了超多魔術 真的是下風了 真的很厲害 我創意對五顆心 這沒有什麼好討論 因為它的創意是 跟其他魔術很不一樣的 很深火 非常棒 對 那最後CP值呢 這個獎益這本是五百元嗎 五百元嗎 五百元 這在哪裡買得到 是 目前 南台灣魔術有販售這個 對 那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魔術魂也會有這個獎益 OK 我相信那個 我們那個開箱的那個sponsor 那個 虛密子 看完這一集一定馬上打算吧 反正就是台灣各大魔術店 應該都有可能會買得到 對 好CP值 這幾張紙 五百塊 當然是五顆心啊 嗯 這就是矛盾的一句話 我就故意講矛盾 沒有 太對勁的感覺 這張紙五百塊 這張紙五百塊 真的五顆心 真的啊 因為裡面交的東西絕對是 無庸置疑的划算 CP值呢 G你買過這麼多商品 你覺得這個商品怎麼樣呢 CP值 這個好殘忍啊 問作者 因為五百塊來說 就是差不多美金才十七塊都不到 對 G是加拿大 魔術史 所以非常 對 十七塊不到 一般十七塊你可能只學到一招手法 喔 兩個 招式或者是 可能有些一定會教一些不同的手法應用 可是沒有這麼多方面的生活或創意可以用 那我是覺得應該是至少有四顆心啦 四顆心是不是 那我CP值給五顆心啦 我覺得 實戰的招是無價的 真的是 你就要賣很貴我覺得 嗯 這個東西都可以表演 我覺得我就會買 我的想法非常簡單 真的是無價很棒 而且他延期會其實 是一千多塊 一千塊 一千塊而已 對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還有送到去 才五百 他還不可思議 好 好這就是我們G的講義喔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再去 再去魔術店走走看 這個很棒 那我們直接切入正題 今天有大來賓來 怎麼可能只開一張道具 當然要好好的 拷問 解剖他 我們這個腦袋不得了 這個腦袋不得了 我們一定要解剖一下 嗯 我們來問問題好了 哎呀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你特別好奇的 好我這個問題不是我特別好奇 是大家也都很好奇 你覺得G你的頭髮 或者是你的整體的造型 是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 主要就是 因為 因為Robert Houdin 就是有一個很有名的魔術師 嗯哼 然後他說過 魔術師 就是在扮演 具有魔法之人 所以不管是在台上 台下 你如果有看過那個 一個電影叫Prestige 頂尖對決 有有有 對你會發覺 裡面的那個老人 他變水缸 那因為他變水缸 所以他必須要駝背 跟很慢走 他就 裝成他連 在他離開的時候 他都假裝他駝背 其實他沒有駝背 他只是為了讓人家覺得 他本來就是駝背 所以 我們本來就是要扮演 具有魔法之人 這是魔術師的工作 所以我沒有所謂的台上或台下 是有沒有裝扮的時間 但是我說在外面的時候 就是沒有台上或台 我只要讓人家一看到 就是覺得我是魔術師 對 這個真的蠻感動的 因為就代表 魔術師為了包裝他的魔術 可能就是 要非常的細心的準備 跟那個 鋪這個梗鋪很長 所以G可能以後未來的表演 有可能 頭上就出鴿子 那可能要跟白鴿子聚團親一下 哇塞 這邊 這邊還可以拿東西 其實太不理事義了 真的不敢不敢講 沒有啦 這真的我覺得還蠻棒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符號性 很有指標 而且很有高度的神秘感 跟好奇度 真的很棒 把他自己放到魔術之中 嗯 像我們走在路上 好像沒有人理我們 就是個路人 就是個路人 好 那我也要問一下 我也要問問題 G也當很多顧問 G也是一些魔術師的 一些魔術顧問 因為他很善於創作新的魔術 但是我想要再真的 因為我們問過很多 其他的嘉賓說你當顧問的感覺 不一樣什麼 我覺得問過蠻多 但是我其實對G最好奇的一點 是 為什麼G有這麼多這麼多 對生活的靈感 他的靈感不是 就是這種 攪拌棒 或是什麼 香菸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 樂透 樂透 他這一次演習會 今年的有一個演習會 超棒 然後牛奶糖啊 各式各樣都是 集生活 還有那個 那個那個 手機的APP 那個叫什麼 Candy Crush 喔對 Candy Crush 就他也用那個創作了一個魔術 因為大家都玩 而且可以跟觀眾借手機耶 就是 跟觀眾借手機 然後如果他有玩這個遊戲 我跟你講 那觀眾的驚訝度是 而且他是 深植在觀眾的心裡 對 真的很棒 這是我的東西 然後我 最常玩的遊戲 我最在意的事情 太不可思議了 所以 我們提了這麼多 就是 都是生活魔術 我一定要問一下G 就是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這麼棒的 生活魔術的靈感 生活魔術喔 而不是像別人都 變布克牌啊 變硬幣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啊應該是說 布克牌硬幣是 我們一開始 學習的時候 接觸到的東西 那接觸那一段 是為了 學習 魔術本身是 怎麼樣的一件事 就好像 一開始如果要 直接跟人家講 魔術理論 你不可能聽得懂 但是如果你做久了 你做個五年十年 你就知道你在幹什麼了 等到你懂了之後 你才有 你懂到 你知道魔術是什麼之後 你才有辦法 運用魔術 去創作別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先 理解魔術是什麼 然後你才有辦法創作 那生活上的靈感 其實就是 我是覺得 布克牌跟硬幣 已經有很多 厲害的大師 有很厲害的創作 而且 布克牌跟硬幣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 那我們要學習的話 可能直接 買那些大師的書 或者是DVD 學習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自己再怎麼想 也想不過人家五十年 一百年的歷史 他們都已經思考透徹了 我們只是做一些小變化 所以我比較想 主張就是去找一些生活上的物品 比如說我到星巴克 然後我就看到這邊有糖包 那我就想說那我糖包可以變什麼 這邊有攪拌棒 那攪拌棒可以變什麼 你是不是會逼自己啊 就是 因為我聽過有一些魔術的創作 就是 把自己關起來 然後那就找了十個素材 可能隨機找的 然後三個魔術就關起來 這十個素材 就要發展一個魔術 你是不是會這樣逼自己創作 不會 但是我 應該是說 創作有好幾種方法 那第一種方法就是 你就隨便 我們叫brainstorm 你知道中文叫什麼 就是反正你就是 腦力講 對你就隨便想 想到什麼 就是什麼效果 你就寫下來 就是不管方法 不管做不做得到 比如說你說 OK我這樣看著那個雲 那個雲就變形 OK這很誇張 OK但是你不要 就是你不要一開始就想不可能 因為你一個idea 會引申出另外一個idea 所以沒有壞的idea 只有可不可以用的idea 嗯 對 那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你就拿一個東西 比如說這個是香菸盒 然後你就想說 欸它有這個塑膠套 塑膠套可以拉開 可以弄回去 然後裡面也可以這樣子打開 這也是一個特性 然後香菸可以這樣子 那說不定你可以想到什麼魔術 那你就是用這個東西的特性 來去想 喔 對那另外一種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就是 嗯 畫面就是比如說你喜歡香菸這個東西 這個畫面 那你可以用這個去來發想 那最後還有就是 你可以把舊的東西 結合新的元素 就是舊的手法 或者是你已經舊的像 嗯那個牛奶糖 就是 我把一個舊的魔術的原理 放在一個新的包裝上面 嗯 然後presentation也把它變得比較 嗯 就是全新的包裝 嗯 那它就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對就好像以前的中國四連環 那後來也有人做成鑰匙圈 就是用新的現代會用到的物品來去包裝 嗯 因為就好像那個時候他們彈棒 為什麼這麼紅 因為那個時候英國啊 美國人他們都拿手杖啊 拐杖啊 喔 他們那時候真的拿 其實我不知道欸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還有那個絲巾魔術 因為每個人都會塞一個 對 對 他們都會塞一個領巾 對 那是他們的生活 對 他們那個瑞士刀 魔術 那種小瑞士刀 小刀魔術 變色到 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會帶一個 所以他們就是用 他們也是在用生活上 當時的生活 當時的生活上的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就變經典 然後變成說很 真的是很紮實的魔術 所以到現在還有用 嗯 只是可能會稍微有一點 物品上啊有點過失 所以你可以拿新的物品 但是類似的 然後來替代 了解 然後重新做一個包裝 嗯 對 所以靈感就是從生活中去尋找 喔 真的很棒 這個真的很厲害 就是要 就是要找到真正很生活的這種東西 嗯 那 居然都已經拿出香菸了 有沒有什麼香菸的魔術可以分享一下 真的 我們知道有啦 我們知道有 我們是按照Round Down在走 對不對 香菸魔術 不得了了吧 有沒有辦法用香菸變個魔術 OK 幫我把香菸拿起來 然後放在 等一下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魔術 我們幫 所有看開箱的觀眾 爭取很久 這個魔術啊 是他 就是今年的研習會有分享 但這不是重點 這真的不是重點 這個魔術是因為他 上個禮拜去夜店 兩個數字 對 他跟我們講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在夜店裡變了一個魔術 結果他換到了36杯Shot 兩間夜店 對 還有兩間夜店的VIP 因為他變完以後 夜店人太下殼了 然後就說 魔術我會一點點 但是妖術我不會 然後就12瓶 下著就送他 再送一次 然後再送一次 所以這個魔術 大家一定要看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來來來來來 就這裡嗎 放中間就好 放中間 對對對 可能我們把牌墊移開好了 不然這個香菸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他有點傾斜 好 沒問題 這樣他大家也看得比較清楚 好 OK 你可以看到這個香菸對不對 嗯哼 香菸 菸河 很好 好 香菸旋轉耶 你這真的有念力啊 剛剛可以是牙齊 那個 九段棒箱又可以 太酷了 這真的太酷了 而且都是隨手可得的東西 然後他其實還有別段 就是還可以再飛啊 什麼各式各樣的 對 這樣子 這只是那一招 他只是一個原理 的一個概念 那你還可以應用到很多 無數個魔術上面 太屌了 因為我們剛剛還有看到其他的招 真的很屌 所以 一定要趁那個 趁這邊讓大家知道這個 這個魔術界的大事情 就是菸其實 今年已經要來台灣開 第二次的演習會 其實不是第二次的 第三次了嗎 這可能是第五次 第五次啦 怎麼錯過了這麼多次啊 對 很早 從08年的 一月就有辦過 只是第一次的時候 應該是說 我有來辦 但是那個時候 台灣魔術圈比較好 算是剛起步 那時候我教的招就是 都不是用很困難的手法 那 我講的理論也偏重 因為我想要 把我所學到的很多好的觀念 跟大家分享 可是因為 那個時候大家 可能台灣魔術圈康起步 所以 不太 接受這一方面的 因為 理論比重太多 了解 手法又不是很困難的感覺 好像那個招太簡單 所以大家 反應不好 但是後來在隔一年之後 09年的時候 就是反應有變好一點 對 雖然我還是 就聽說還是 大家都不太習慣 但是後來 很少有嘉賓自己來講 這一段歷史 對啊 沒有關係 很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創作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對啊 但是我的創作就是 我都是盡量分享魔術師 會覺得這個原理還是蠻聰明的 好像有學到一點東西 不是說就是一個交換 我知道這怎麼做 所以它的原理上面都是有一定的 就是還蠻聰明的地方 但是 就是不是很困難的手法 所以我每一年都有慢慢的修正 我的演習會 所以有的東西是心靈的 有的東西是用戒的 有的東西要練習 用手法的 有的東西就是 什麼都不用 你只要知道這個秘密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 狀況對 你就可以表演 那理論的方面 也就是我也調整的比重 那希望大家在可以學到招式的同時 然後學到後面的一些理論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也是這麼綜合的嗎 對 全部都有 哇真的很棒耶 真的 這很全方位的一種提升 能力上的提升 太棒 那一定要講一下這個演習會時間呢 這一次的場次總共有市場 然後分別在四個地點 全台灣人都學得到 有台北、台中、台南跟高雄 四個場次 全台巡迴啊 很棒 大家都可以去參加 我覺得最屌的是超多 那個魔術界的那個大師 幫他們寫了一個推薦信 真的是很厲害 我是請他們就是依他們看到的 就是真的去實 真的的感覺 對就是真的感覺 不是說就是 朋友幫我推薦一下 我下次幫你推薦帳 因為我 他真的不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我們剛剛前面那邊 討論 這集開箱文的時候 太多 這個是什麼東西 完全沒有看過的 idea 真的喔 其實今天不想拍 想要繼續討論下去 好可惜 沒關係 但是大家可以有機會 一定要來參加這個演習 時間呢 時間 時間是4月19到4月27 依照場次會有不同的時間 都是禮拜六跟禮拜天 然後台南高雄 台中台北 對 所以是依照看 各位是要去哪個場次的話 再去看到 到時候我們PO出去的資訊 連結 我們下面一定都會放連結 大家可以點下面這樣子 相關的場次資訊都可以看得到 好 真的是非常棒 那我覺得 最近開箱文這幾個大師來分享 因為上一集是那個嘛 那個 Anderst來分享的 太屌了 真的是厲害 不愧是必勝冠軍 這一次又是超級厲害的創作者 那完蛋 下一次到底要請誰啊 煩惱了煩惱了 那G一直來好了 個人私欲 只是想說每次來就沒看到很多 蛤這什麼東西 每一招都好想練喔 真的好想練 魔術的熱血沸騰 那G有沒有什麼要 G 就是延期會完以後 就又回加拿大了嘛 對 了解 是 所以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就做個最後的一個Ending 怎麼了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情 這是上次的喔 這個 講義 上次長這樣子 幸好你想到了 這個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這是這一次的講義 這一次的講義 這上次的四倍厚 然後也是全彩 也是全彩 就是因為我這次加了很多 怎麼去表演這個魔術 還有細節 細節就是 比較少人去探討到的 就是為什麼我要講這句台詞 這句台詞 有什麼意義 就是你用這句台詞來做錯誤引導 或是像觀眾之後在回想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重新去 重組這個魔術的方式 然後還有那個合理性 然後我全部都寫在裡面 然後我 寫一寫寫完的時候 發現 怎麼在排版的時候 發現五十頁了 然後後來發現 我的排版 其實有錯誤 我選錯版了 然後我重新排版之後 發現就是光文字 我還沒有排 就已經有七十八頁 還沒有圖 就有七十八頁 加上六十張圖片 全彩的 那大概就已經快到一百頁了 所以 我覺得 我就知道我很佩服的是這個 他 我問他一句話 我說G你怎麼可以打這麼多字 再這樣 可是G只回答我說 如果你對你的作品是 真的有深入研究的 你就會想要把這件事情的細節 都告訴給所有的 就是 所有的學習者 因為你希望這個魔術可以被演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所有 魔術愛好者必須要去學習的這件事情 是 G真的很認真在研究他的 他的創作的細節 然後甚至於他 他也跟我們講說 他光打文字 他會不斷看說 我有沒有辦法看文字 就會這個魔術 不用配任何圖片 對啊 但他又附了圖片 就可以再做double check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完全感受得出來 這個人的用心 不同層次的用心 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一定可以來參加他的演習會 然後也可以買買看他的作品 產品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可惜 不是在推薦什麼事情 就是 之前我也想把這件事情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 好 那 最後就是 有沒有什麼小小的建議可以分享給台灣的 那個魔術愛好者 因為你看過加拿大的 也看過台灣的魔術師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跟分享送給大家 我覺得不同的地方應該是在於 台灣的魔術師 因為我們 畢竟因為語言的關係 我們看教學片 我們只看教學片 台灣的魔術圈愛好者 據我所知 那你會沒有辦法 沒有去理解原作講的一些話 我們只是看他的手指怎麼動 跟道具怎麼操作 可是他後面的想法跟細節 就是沒有辦法了解 那再加上 魔術書台灣好像比較少接觸 所以有一些理論方面跟細節方面 可能台灣魔術圈就理解的比較少 那國外雖然說 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一定會看書 有時候只是興趣 但至少如果看DVD的話 他們可以完全聽得懂 他們在講什麼 那所以在程度上 他們會稍微的比較好一點 在愛好者來講 在細節上面 對在細節上面 那因為一個魔術的細節 真的佔了很重要的力 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細節 一個十分的效果 你可能只發揮到三分到六分而已 但你懂這些細節 就可以到八分九分十分 甚至是破表 或是你想到別的東西來 應用在這個魔術上面 所以我會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我知道英文不是這麼好學 可是很多西班牙魔術師 講西班牙文 法國魔術師講法文 荷蘭講荷蘭文 那很多 雖然說他們是歐語系國家 但是日本魔術師 有時候也會學一些英文 韓國的也會學一些英文 所以 英文其實不是太難 你DVD聽久 大概Double Lift Ambitious Card 你大概簡單的單字 你會懂的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 有空的時候 不僅看魔術DVD 可以看翻一些魔術書 尤其是理論上的書 那有好幾本什麼 Dowell Ortiz的 Strong Magic 講要怎麼讓魔術很強 就是 效果變得非常強 還有Designing Miracles 然後 Guan Tamariz也有 Five Stars of Magic 也有Verbal Magic 他有很多書 有很多理論 Escaniel 西班牙的大師 他也有四本 就是專講魔術的理論的書 他一本裡面我看完 一招魔術都沒講 就是純講理論 對 那這個理論是 可以幫助大家 提升自己的魔術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對魔術 真的有心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 稍微提升一下英文程度 然後稍微看一下 魔術的書籍 真的是 非常棒 這個 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因為在 語言轉到另外的語言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一個 知識差異 因為他沒有辦法 解釋到 原本的那個意思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 我們中文沒有這個詞 可是我們硬要翻譯這個單字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曲決他最原本的意思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這一次的講義 答這麼多 而且都寫中文 就是可以希望傳達 原本 大家沒有辦法 學到的那個東西 對 其實各個領域都這樣 真的 就是不只魔術啊 其實其他領域也都是 語言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也分享一下 魔術界還有另外一個大活動 一定要講這個 在這個月啊的20號 在真實娛樂活動這個地方 有嘟嘟的演習會 4月20嗎 對 4月20啊 4月20 這一定要參加 因為我也參加 G也參加了嘛對不對 因為那天我是 台南場的演習會 在下午 但是他的表演是在晚上 那我自己也會去看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太屌 魔術就是要不斷的學習 就是 因為不要有 好像覺得好像自己很厲害 什麼 就連麥克蘭馬爾都會 虛心的去學習新東西 任何大師都會去虛心學習 所以 我跟妳講 嘟嘟的那個秀 簡直是一種享受 我跟妳講 大家如果有機會 一定要去 我們3月初的時候 我們還去一趟日本 然後去看了嘟嘟的酒吧 然後 太屌了 沒想到他馬上來台灣 真的是 一定要參加 你絕對不會後悔 絕對不會後悔 太精彩了 真的是大事同辦 所以北部的朋友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那能參加的話 就盡量去參加吧 我是因為 下午我再來講演習會 不然我也會去聽聽看 完了 你的演習會完了 有可能會少人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 好啦就是這樣 我覺得 好活動就要推薦給大家 那 這就是我們本集的魔術開箱文 怎樣 新魔術開箱文 等一下再一次 這就是我們本集的 新魔術開箱文 那我們頻道播出的時間是 等一下這次有東西要送嗎 喔對 差點忘了 一定要送東西 沒錯 因為G的G 他G有講說 他要送給大家 演習會的票 對不對 票跟獎益 票跟演習會的獎益嗎 對 哇塞 這麼好的禮物啊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參加的人 你已經繳錢了 那到時候你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退還那個 你繳的參加備用 好 那你想要這兩個禮物是 送給同一個人 還是想要分可能兩個人 看你們啊 你直覺 沒關係我們都可以 因為這是你提供的禮物 你直覺 你想要送給同一個人 讓他超級大獎 還是分成兩個人 讓兩個人都有這份喜悅 超級大獎好了 不然要是想參加的人 得到獎益 然後拿到獎益想要參加 喔 對對對 好 同一個人 直接得到這兩個禮物 非常簡單 就只要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G的演習會也好啊 或者是 G的整個分享 都都的演習會表演就好 就是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呢 在我們底下的留言 寫以分享 這樣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什麼時候抽獎呢 加直播室的時間 這麼近嗎 等一下 他的演習會 演習會之前好了 19號 最近是19號 最近是19號 那我們在18號的時候抽獎嗎 18號的時候抽獎 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用 我們用粉絲專頁去公開 對我們直接用粉絲專頁去抽獎 對我們直接用粉絲專頁去抽獎 反正就是 公平公正公開 對絕對不作假 作假的話就是 出去被車撞死 所以參加哪一場公開 不用發這麼重視喔 我們本來就沒有 OK 反正就是 公平公正公開 好 那就是 謝謝大家觀賞這一集 這樣子 那我們頻道播出時間是來唷 每週二晚上 十點鐘 改成每週二的十點喔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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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